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由于居住人口多又缺乏停车位 因此主要向到中和路168项两旁几乎都停满汽车 不过前阵子因为有民众停在社区里面168项是三弄 刚好没有划红线的路口转角处 导致垃圾车前后动毯不得无法收垃圾 报警处理也因为没有划红线不能脱掉 因此民众向市议员宋伟丽陈琴 宋伟丽也立刻邀请市政府交通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 以及当地里长当选人一起办理会刊 将尽快划上红线改善 晚上有垃圾车要经过的时候 因为转角处刚好有一部车停在那里 然后整个就delay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想说今天最主要来会刊就是 希望这边公务处先了解这个土地的全署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交旅处 希望他们来划红线 那大致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严禁大家在转角处 因为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通行 以及我们的公安的问题 我们感谢宋前议长来办理这样的会刊解决 现在我们大进转角处围停的一个情况 造成这个道路车的不变 我们借这个机会能够宣导 希望里面大家能够遵守这个停车的一个规则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人员表示 近期内将等天气放晴后 赶快先用红线期划上 提醒驾驶人这个转角处禁止停车 明年初在正式七会红线标线上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